嗨大家好 呃我叫黃鵬瑞 然後 廢話不多說我們就繼續吧 那這講座就首先感謝夢想之助計劃這樣子 好 放給他的logo 然後接下來是就是這次的講題 這次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大學經驗 以下是目錄 第一個會有自我介紹 然後學校 然後講一些學院啊科系 那再講一下我大一的心得 然後還有一些印象深刻的課程 和最後是 轉系的過程這樣子 再來是大綱長這樣 好 那大家好 我叫黃鵬瑞 然後 我現在是 政大政治系二年級的同學 那 我是桃園人 然後 在政大已經讀了一年了 現在是 二年級嘛 那我之前是讀阿語系 那在阿語系讀一年之後也轉校政治系 好 之後都有講到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就是大家想要政大會想要什麼呢 就是一開始 剛考上政大的時候啊 其實也是蠻陌生的 那 只知道 這個大學名字 其實什麼都不知道 後來才知道 其實 政大其實就在山旁邊 然後 旁邊又有河 所以是 感覺蠻自然的 就是好山好水 空氣蠻好 對 那但是因為他 不在台北的市中心嘛 所以他 就是一些生活 機能 就沒那麼發達 所以用美食 三物之稱 不過就是 久就習慣了 啊 假設你要吃好吃的東西 到台北市各地都 不會 太困難 所以大家就不要太苛求 好還有一個 就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 政大有水岸電梯 水岸電梯在晚上的時候是很美的 但是其實水岸電梯 一直被人家抨擊 就是因為 他沒什麼作用 就是一個 因為他裝飾的感覺 但是其實 我的朋友如果來政大 我都想要帶我們去水岸電梯 因為這是一個特色吧 但是就是 評價因人而異 好 那 再來說一下我大意讀的學院 叫做外語學院 政大有九個學院 呃 分別是教育外語 社科 理學院文學院 呃 傳播學院 商學院 呃 還有哪些 反正就是 文科學院 不好意思 那外語學院就是有很多 呃語言科系啊 那 像是那種就是 法語德語 西班牙語英語 這些就是日語 這大家都有嘛 那 正大比較特別是有一些 韓語 斯大夫語 然後 土耳其語和阿恩國語 這種比較 小眾的 語系的一些科系 那 就是外語學院啊 他在正大的 半山搖 正他是 在山上的學校 就是他一半在山上 那 呃 外語學院 是在半山搖 所以你每次走路 就要 從巷口走上去 那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因為迷路 所以走了 15分鐘 哈 沒關係 不過就是之後 其實大概走路要10分鐘 不過就是 有點累 所以你會想到 可能 下課的時候要下山 吃午餐 然後上課又要再爬上去 但是其實校內有公車啊 就是蠻方便的 那就他地理位置不是很好 對 好 那 說到阿博語系 阿博語系大家就是 聽到這名字會想到什麼呢 當我一考進阿博語系的時候 大家就問我說 你是不是要去中東挖石油了 你是不是要去中東 賺大錢了呢 然後就是 就是有時候就不知道怎麼回答 但是就是 大家對這系的第一印象大概是這樣 因為 其實台灣對阿博世界了解並不是很多 那 聽到這語言學系也 沒有什麼太大的 一些其他的想法 然後就想到一些跟石油有關的東西 那 其實 阿語系啊就是 一進去的時候 老師就一直問你說 什麼是中東 什麼是阿拉伯 那他們又代表什麼 那阿博人或是 阿博文化 到底有什麼意思 所以其實 阿博和中東 這幾個概念 其實 蠻複雜的 那 也不能就是 用幾句話 漸漸漸漸漸漸漸去解釋 那不過 這個系主要就是在專攻 中東北非地區 那一塊的語言然後還有歷史語文化 這樣子 再加上伊斯蘭教 因為 阿博語其實是伊斯蘭教語言 就是古籃經上面是由阿博語寫的 所以 我們會學到很多伊斯蘭教的東西 包括 現在就是 可能國際政治啊 或是 那就是 ISIS 就是也會提到 這樣子 好 那這是 阿語系的必修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阿語系啊 其實語言很重 我記得像我大一的時候 每天都有阿阿博語的課 那 除了阿語課之外 還有歷史課 然後和 呃 以前叫做人文地理 現在叫導論 就是 有點像是 概況介紹 這樣子 那 大一必修就有十二學分寶記得 對那大一大二就是 很專注在語言培養 然後 還有一些歷史的一些 關注這樣子 那 大三大四會有 分語言組和文化組 那 語言組呢 就是 目前啊 到我這一年 語言組就是 都是語言的課 就教一些就是 史法學 句法學 然後 在語言上 加上 紮上更深的基礎 那 文化組呢 就是專攻 阿拉伯文化 或是他們那邊的歷史 然後可能 伊斯蘭古盛訊 或是就是 古蘭經的一些東西 就不要講文化部分 然後也有講到 中東各國政府啊 然後 經濟概況 這樣子 那現在就是 的制度是大三大四就要選一個組 然後 你可以去 修另外一個組的課 但是就好像不會列為 就是 畢業學分 反正就是 現在 沒有互通的 就是現在 如果你選語言組 你好像可以不用選任何文化組的課 就可以畢業 你選 文化組 你可以就不用再碰語言 也是可以畢業 就你看然後 阿拉伯系的畢業證書 現在制度是這樣子 那 好像之後會改 那 可能之後的事情 對 先講一下 好 那 上課呢 就是 蠻特別的經驗 因為 我們一界大概 四十到五十個人 然後 這四十個到五十個人之內 還會再分兩班 像我們班就是 分單數和雙數 這樣子要確保是上課品質 因為 語言課不能太多人一起上 太多人一起上 就會沒有那個效果 所以我們一般大概二十個人 然後 我們是分班上課 所以其實 你大一這一屆啊 整個系的同學 你只有 我們是分單號雙號 我就是單號 你跟雙號同學 就在系上活動見面 然後是歷史課和地理課 和導論課 其他時候其實就是你都是跟單號一起上課 這樣子 那 就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用讀阿拉伯語嗎 那就老實說想要跟他取個阿拉伯名字 然後 這樣子上課之後 好稱呼 因為 我們有阿拉伯老師 就他 不然會英文 就只能用阿拉伯跟他講話 所以就必須要讓他好認 對 那其實 就是覺得 那時候很有趣 就是大家 因為有些 名字 像是穆罕 就是莫罕默德 然後是 阿里 所以就是 阿拉伯語 或是異山國家 他幾乎很常見的名字 然後就是取名字很多有趣的事情 這樣子 然後也是可以 從取名字的那個當下 就真正了解 你跟這個語言產生一些關係 就是 你跟他 就是 不再是一個陌生的感覺 就是你跟他有好像朋友關係 對 那 阿拉伯老師呢 舉我們 國大一 的課來說 就他是教口說訓練的 那 我們阿拉伯語課有 三門 然後有一門是外師 就是敘利亞老師 那 另外兩個是 就是台灣的老師 這樣子 那 阿拉伯老師 上課 我們那個阿拉伯老師 又只上過那個老師 他上課就是 其實 沒什麼內容 那 他上課就是會 講一些很基本的觀念 像是文法數字 然後 陰陽性 那他會一直重複重複重複 然後我們一年就這樣子重複 然後他也會 有時候上一下古蘭經 就是上一張 就是 講一下 古蘭經的 就是 要怎麼發音 然後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上課是比較沒有 規律性 也是沒有一本書可以參考的 就是 我們有一個共通的課本 就是有一本阿拉伯語 課本 那 三個老師基本上是用那本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老師後來會有用另外一本課本 所以基本上是 就有一本為主 然後一本為輔 這樣子 那 其實上課啊 因為 阿拉伯語系這個系 不大 然後四肢難請 因為在台灣會阿拉伯語 又會中文的人 就是阿拉伯語系畢業的人 我現在 我們老師就是系商畢業的學長姐 所以 有時候實質不太好請 像我們 三個阿拉伯語老師裡面 有一個是序利亞人 然後有一個是退休老師 然後走一個是現在的教授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實 就是上課 的 狀況其實 不是很好 如果你要 學好 的話 就你要自己很努力 那 自己去找一些客廠上出來的資料或是 去找一些語言交換 或是練習的機會 那上課就是補充一些基本文法概念 那 雖然每天都有上課 但是 其實效果 如果你回去都沒有看的話 是很差 因為 語言真的就是要一直練習 就是你 要時時碰他 尤其像阿拉伯語啊 他其實 上這個語言 很難學 對台灣人來說 蠻難學的 因為他其實寫字 不太好寫 就是 一開始 如果你不懂阿拉伯語 你看阿拉伯語 你就覺得他很奇怪 就都連在一起 不知道怎麼回事 但其實他是 一個一個分開字母 那他寫起來 就像是英文的數學體一樣 英文有印刷體來數學體嗎 阿拉伯語也有 所以阿拉伯語的數學體就是 龍飛鳳五 然後 他們可以連起來 就他們是設計 連起來用的 所以如果你 不知道 他的就是 構造 很難 知道他在做什麼 所以 一開始 大家都要花很多時間去適應他 他的寫作 就是他的寫法 也跟中文是不一樣 跟 主要語言的不一樣 他是從右到左的 對所以 他的就是 你要去適應他的一些 規則和構造 然後他的文法又比較特別 因為阿拉伯語是一個很古老的語言 所以 還有 文法很複雜 那 跟中文英文都差很多 所以就是 要花很多時間去適應 對 好 那 再講到一些 因為就是系上活動 就你剛考進來之後啊 就是在暑假的時候 就有 北營 中營南營 就是 住在北部的同學呢 就是可以現在 就是暑假認識學長姐 中部南部也是這樣的狀況 那 開學之後會有個總營 就是 開學之後某一天 就大家都聚在一起 然後講一下 就是歡迎大家來 然後是我介紹 然後 分家 分 分直屬這樣子 對就是 大學會有家和直屬 就是因為 大學之後很多人可能都離開家 然後 到不熟悉地方念書 所以 就會有一個 類似這種 組織 然後就有小姐可以照顧你 然後你也會有學弟妹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問你的直屬一些你不懂的問題 然後會 定期直屬會關心你這樣子就是 也有溫馨的 方式 那 在 大概9月多或10月 會有宿營 宿營就是 大二 主要以大二為主就是辦 三天兩夜的活動給大一參加 那就是目的 就是要讓大家感情變好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10月才辦 但是 但是都10月半就是政大的很多系都10月半 可是應該是9月半或是 暑假辦比較好 好 反正就是這樣子 這是宿營 那幾乎 宿營大 就參加 那宿營其實 費用不低 因為 其實系上辦的活動 或是系上自己出錢的 那 也沒有什麼贊助 或是老師 就是 老師也不會參加 就是感覺好像分開的感覺 所以宿營啊 大概價錢 現在啊 大概都2000多塊3000塊 就如果你是 要參加的人 那如果 你是辦的人啊 大概是 就是因系而異 有些系的工作人員 自己要繳錢 那也 也是2000多塊 有些是比較少 1000多這樣子 好 那 西藏活動 除了這些啊 還有 細烤和 細鍋 最顧名之一就是 一起吃火鍋 然後一起烤肉 那 就是 這 都是一些就是 活動嘛 就是 趁機跟西藏變好 因為有些 有時候有些課 都一起上 或是上完課的時候 大家有自己的事情 那這些都是 維繫西藏感情的好方法 那 就正代的文化杯啊 它是一個 很傳統的比賽 就是幾乎每個中藏學人 都會知道 或是在大一 每個人都有機會選擇要不要唱 就這不是強制性的一個活動 那 這個是一個歌唱比賽 它就是 一個系 以系為單位 然後 要唱兩首歌 第一個就是笑歌 然後第二個就是 自選曲 那所以 如果有參加火花杯的人 就幾乎都會唱笑歌 對 那 文化杯這個活動 其實是從 九月進來 如果你是大一行程 九月進來 就知道這個消息 然後你就要開始 文化杯了 然後通常會練很久 會練到12月 好像是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一個 維繫 大一感情 其實大學很多東西是 就是參加活動 就這樣 跟大家變手 這樣子 但是就也很花時間 那就是 它是一個合唱比賽 就是簡而言之是這樣 那 還有一個是 包種茶節 包種茶節就是 大學會在某一天 各個去所出來擺攤 然後會有高等生來 可以 跟高等生介紹 你這個系在做什麼 然後讓大家了解 這樣子 那 包種茶節 主要是由大一來辦 然後我記得是在上學期 那時候很熱 我忘記是在 10月還是11月了 然後就是 大一上 那 像我們那時候啊 我們西上的同學和學長姐 就會穿阿拉伯的頭巾 還有就是那個袍子 然後會擺一些阿拉伯的國詞 然後食物 然後寫阿拉伯語 去介紹一下這個系 然後可以 有些人想問課程 就會來 我們他們來問 然後就上什麼課啊 然後 就以後什麼出入 或是 都要學什麼 這樣子 這是一個 宣揚 就是這個系 然後 也順便更了解 自己 在做什麼的好機會 那 戲學會就是 顧名思義就是 戲上要處理很多事物嘛 像是 樹林總召 誰要來辦呢 那文化杯子要來帶 那有些 呃 戲上比賽要怎麼參加 那 就是又是一個 又算是統籌的組織 又像是學生會 但是就是戲上的這樣子 對 那就是大家 這也是一個 就參加戲上活動的管道 那 接下來幾個是 就是阿娛系比較特別的 就是 我們會有中東中 在下學期 就正當很多 社長或是科系 或是任何組織 都會 在我們喜歡的側門 就是他側門是一個 呃 走廊 然後 有地方可以擺攤 所以有時候 要宣傳東西的時候 就會在那邊擺攤 那 都是一個禮拜 像是我們有 呃 很多地方的校友會 他是彰化地區校會 就是張友會 他就會擺攤 然後 賣彰化的名產 就賣一個禮拜 然後順便賺錢 然後順便宣揚彰 是一個好地方這樣子 因為 正當有時候很多就是 各地方的同學或是外國人 可以順便讓大家認識自己的家鄉 那阿語系擺攤 就是要讓大家認識阿語系 然後還有知道中東其實 也是很有趣的地方 所以我們會 呃 賣一些東西 然後煮東西 然後 辦一些活動 這樣子 讓大家就是 對中東 就是 更陌生 對 然後或者是 以後 順便可以吸引到一些 想要上阿語系 或是雙府的人 然後來雙府 這樣 那 還有就是 撒一打杯 就是 阿語系的歌唱比賽 他比較特別就是 你要選 阿鬼的歌來唱 所以 就是一個很有趣的挑戰 就是 順便練習你的阿語 啊對了 中東 其實 還有凱姆士 就是凱姆士會有很多 外賓 然後或是 外交部的人 然後來 這邊 就一個 凱姆士大家會表演 然後會唱 會介紹 或比賽 就我們說有 阿阿柏與自我介紹比賽 然後 唱歌 歌唱比賽 然後 演戲 然後 中文會一起 就是 享用 阿阿柏的料理 這樣子 然後 這就是一個 系上比較特別的活動 那也是順便 就是 就是練習一個好機會 然後你會看到 其實 像我在中東做的時候 就看到 原來 台灣學阿阿柏有人 不只有正代阿語系 原來國防大學也有學阿阿柏有人 然後好像還有 還有一些地方會忘記 反正就是 發現有同好 然後會有一些 外交部的人 或是阿阿柏國家駐台代表來 這樣子 對 那 還有一個就是 金陀之夜 就是 正大的科系啊 就是會有一個之夜 就是系上之夜這樣子 就系上籌辦一個晚會 然後是開放給 全校所有士生 甚至是校外 就只要你想來 就都可以來看表演 然後就是免費的 這個表演這樣子 那就是 金陀之夜也會有很多阿阿柏娛的 就是元素或是你要演阿阿柏的系啊 然後 用阿阿柏的元素在你的 表演上 所以就是 這都是活用 你所學的好機會喔 好 再來就是系盾嘛 系盾就是 系上的 代表隊 就是你可能系 像排球隊 就是系排 或是系籃 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 就是糾集系上的同好一起運動 然後交好朋友 好 那接下來要給大家看一些 圖片 這就是我們星球之夜的海報 其實 會跟大家去一些宣傳 然後會講一些地點 然後時間 歡迎大家來這樣子 那 這是 細鍋 細鍋就是 吃火鍋 開開心心的 然後講一些 就是唱歌啊 然後老師 這邊是老師 那個 右下的老師 就是他也會一起去 這樣子 好 那 講一下大一的一些心得 就是 大一 都要住山上 然後 如果你不是外語學院 或是文學院的話 或是傳播學院 你的課都要三下 所以 你每天都要爬山 然後 像那有公車 但是公車很擠 然後 有時候就是不想等 尤其是 你快遲到的時候 所以 大一就深受 爬山 上山下山 所以苦 這樣子 然後 像是這個 這個就是 正大的公車 因為有時候下雨的時候 大家都不想等 都不想走路上山 所以 就會有很多人就是 大概 三四十根就排在走廊 然後就是 等很久 對這是我很不喜歡的地方 因為很麻煩 那 再來就是大一會住山上嘛 然後山上就是有一個食堂 然後 就是會有賣麵啊賣飯 然後 還有一家早餐點 還有一家福利社這樣子 然後 這些都是 大一美好的回憶 這些回憶心 就是 一年過了就好 就是不用在那邊住太久 不然會膩 好 那接下來要講一下 嗯 印象深刻的課程 好 那我們繼續 先介紹一下正大的通識課 就是其實你 進正大 你如果是阿語系 你不是把阿語系的課上就畢業了 你還要上通識課 那通識課是哪些呢 就是 有國文 有英文 還有三大學群通識 看一下 就是國文啊 就是 大一還要上國文 就跟高中一樣 但是 這次國文變好玩了 就是 老師是自己選 你可以自己選老師 然後你可以自己選 你想要上什麼 老師 大部分都是教他有趣的題目 所以就是 你可以在 大學國文學到 高中國文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這也是 如果你不考公職 就你最後你用到國文了 所以可以好好珍惜一下 那英文的話 就是 沒有什麼意外 就是英文課 就是增加你的英文能力 那其實 就是很多人英文會用免修的方式 去錄你的學測有失誤幾分 或是 只考好像多少分 然後是有什麼英文檢定 就可以不用上英文課 就你就不用花時間上 你一塊東西 但是你還是要有 外國語 通識的學分 所以你還是要選一些外文 來上 但是有些人就去選 德文、法文、日文 去上這樣子 但是 外文通識不太好選 所以大家要 就是 做一些衡量 好 那 除了 國文和外文和英文之外 就是 還有 三個大的學群 就是有人文通 社會科學通 還有 自然科學通 就是 這三個學門啊 你要各上一個 核心通識 就是上面列的就是核心通識 這些課 就是你 三個就各 最少要選一個 就是 核心的話 你要選一個 然後再上一些 好像 在 各補幾學分 就是你 這三個就有點像 有三個套餐 然後你要這邊抓一些 那邊抓一些 然後那裡又拿一些 然後 上了 上滿 大概好像是三十二學分吧 然後你才能畢業 所以很多人會到大勢的時候 還是自己通識沒有修 或是合同沒有修 那是真的蠻慘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就是不要讓合同 或是通識 變成你大學延避的理由 或是 就你會很惡腕 因為 一堂通識沒修 就不能畢業 這樣 好 那再來講一下系上有什麼 好課 就是大一會有個阿拉伯語一 就是 上個阿拉伯語裡面 我最喜歡的一堂課 因為他 比較有規律 就是你可以知道 這堂課 會學到什麼 你下堂課會學到什麼 就是他 比較像語言課 然後 其實其他兩門課 就 老師就很隨興 然後教材也比較舊 有時候回去自習 就不是那麼方便 所以 這堂課是我就是覺得 好像就是真的 還不錯 然後如果大家想要對阿拉伯的基本概念 或是你是阿拉伯語系大一的話 就是可以 可以注意一下的課 那這老師是 就是從 阿拉伯回 他剛剛在阿拉伯住了 15年吧 然後也很厲害 就很會驕傲 他是 就我們系上 很厲害的老師 然後阿拉伯語 造詣很深 他有時候就是講一些很有趣的笑話 然後就是 跟我們看一些阿拉伯語的卡通 然後有字幕的 所以其實可以 因為看影片 然後一邊寫阿文 然後或者是 介紹一些網站 這樣子 然後 那他就是 講解文法的時候也蠻詳細 然後可以就是讓你懂 然後我文法管理 還有一些 翻譯能力 不是在這堂課學到了 所以就大家還蠻推薦可以 努力一下 就是 多認真 對 好 還有一堂課 就是 中東 討論 上課就是 一些中東概況 好 那我要說是這堂課其實 學不到什麼 扎實的知識 如果你是想要學扎實的知識 上課學不到 但是我想 你如果想要學 生活化的知識 上課絕對夠你學 因為這老師 我們那時候 我去年是上 劉長正老師的課 然後他可能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就是他 博士好像今天是政治經濟 所以他常常會上節目討論一些 像是敘利亞內戰的問題 然後或是ISIS 跟美國關係 然後 他上 他也常常去總統 所以他會在課堂上 就是 讓我們發一些影片 然後就是講解一下弟弟 或是 講解一下 那邊 可能這時候在下學 我那時候才知道 原來伊朗會下學 這是我第一次 只知道伊朗會下學 因為伊朗很熱 然後 他會帶給我們一些 像是野藻 他就帶野藻來 班上 然後請同學吃 然後還有阿拉伯香水 這樣可以 他會噴 然後再聞一下什麼味道 然後他會 講一下他跟阿拉伯朋友 有故事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到阿拉伯人的一些 生活文化 或是 他也會說就是 他去阿拉伯的時候 然後街上的小飯吃什麼喝什麼 然後可能玩什麼 然後什麼話題 就是一些 比較 生活的東西 然後 屬於文化層面的 那就 讓大家其實對阿拉伯不會陌生 然後對伊斯蘭或穆斯林不會害怕 就覺得 激發點好奇心 然後讓你想要了解更多 那個老師覺得很有趣 但是他考試就是 還好 就是 他有一本教材 但是沒有很重要 就是 他考的題目 也是一種很籠統的題目 所以就是他重點不是在 考試或是分數 就長課重點在 你學到一些 就是 很生活化 然後很有趣的東西 對 那 最後 有點久 一點點時間跟大家講 就是 如果要轉系的話 你可以怎麼做 那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 讀阿語圖一年 然後 就是心裡有一些 疑問或是 對自己 出入有一些 迷茫 不是說阿語圖不好 但是 就覺得自己 可能還有更喜歡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就決定要轉系 那 那時候是很喜歡政治 現在也很喜歡 就是 想要讀政治這樣子 那 轉系要怎麼轉呢 假設你是正大的同學 轉系啊 其實 算是一個蠻常見的 方式 就是 反正 但是就是你要對自己負責 就是你只能轉一次 所以 你可以 大一轉大二轉 大三大四就比較少人轉 因為都念到大三大四 那 不過還是有 那 但是就是你知道 你不要對你轉的系 就是 喜歡 你不要轉了 你不要因為不喜歡這系 然後轉了那樣的系 那你 只是為了轉而轉 然後就不喜歡 人家你會過很痛苦 所以你一定要打聽好 就是 為什麼要轉 然後 真的喜歡嗎 像 我大一其實 沒有修政治系的必修 但是我去旁聽他們的課 然後 讀一些政治的書 那 我就覺得 這方面比較適合我 然後再上阿語系 如果你真的要 成為很厲害阿語人才 是不容易的 再加上 有一點很重要 一定要跟大家說 就是 阿語系學的阿阿博語 阿阿博語其實是一個 統稱 阿語系學阿阿博語呢 就是 正統阿阿博語 他的意思就是說 阿博很多國家 那可能 不同國家 在談判或是 官方報道或是新聞上面 會用 正統阿阿博語 那 其實每個不同的阿阿博國家 都有他們自己的 阿阿博 就他們也是阿博 但他們的規則 還有用法都不一樣 就是 有分五個區塊 就是 中東北非 這麼大的地方 有分五個區塊 然後都是 阿阿博語 就有分五種不同的方式 然後每個國家又不同 所以其實 我們現在學阿阿博語 如果你要去埃及留學 你要再 學一套埃及的阿阿博語 你要到約旦留學 你要再學一套約旦的阿阿博語 然後你要到去利亞留學 你要學 去利亞的使用方式 所以 其實都是不一樣的 然後 阿阿博語自學又比較難 所以 那時候我就覺得 可能有點困難 那 也不一定 要成了阿語 就是 不一定會使用到阿語 所以就是 一些種種考完之後 就有這個決定 那也是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阿語其實就是 不是你學的語言 就可以給 所有的阿阿博人用 就是都是不一樣的 這樣子 那要注意 因為正統阿阿博語 其實也是阿阿博人上學之後 才會學的語言 他們 從小在家 是不講我們學的阿阿博語的 對 我們學就有點像他們的文言文這樣子 好 好 這個重點 那 講到轉系要怎麼轉呢 正大轉系就是 要看大一上成績 就是 各個 大部分的系 那如果 像是氣管系 就要看一年的成績 所以 你要查好 就是你 轉系的那個系的成績要多少 像是大概 平均就是 70 75 或是 平均是75 有些系比較難轉 像是商學院 就有80到85 你要看一下那個平均 但是有時候平均就是參考 像是 假設平均是75的科系 有時候 其實真正要轉是80 80幾 所以要打聽好 你那個系到底是 需要多少分 然後 有時候會要看自傳面試 還有 還有英文檢定 對 然後有時候 有些系會要你看 假設法學系好了 就你好像就要修過民法概論 而且好像要 分數不低才可以 才可以轉 那法律器轉系還有考試 所以就是 就大家去 掌握好 如果你像以前要轉系的 那要怎麼轉有哪些規定 然後 其實就是書面 上是這樣子 但是實際上可能不一樣 所以要 再去問 可能有轉過學生姐 或是 一些 一些管道 就是 要再多打聽 就不能只相信書面的 還有 就是其實 像是正大外語學院 就要轉系不太容易 因為其實很多人 因為正大的外語學院 其實分數是最低的 然後 大家會先進正大外語學院 再轉系 那 其實 轉系不太容易 因為 系上會有轉系的壓力 就是大家會問你說 你是不是進來啊 要轉系了 那老師會問你說 你有沒有要轉系啊 或是有老師 就是更直接他說 如果你不想讀阿阿博語 那我還在這裡教什麼呢 你還在這裡上什麼課呢 那 或是同學就 關心你一下 你是不是要走了啊 就是會有一些 人情上的壓力 所以 去奉勸大家 就是 盡量想好啊 不過就是要轉也是 沒有不行 但是就是 就你要克服這些壓力 然後 你要知道你在做什麼 這樣子 那 有些人就會覺得 啊我跟大家這麼好了 然後 也學一年啊 也沒有關係 就留下來 每個決定都不一樣 但是 就你就要 終於你的決定 然後做出對你最好的選擇 那 大家就這樣子 好 那些小提醒 就是 轉一些小提醒嘛 那 就是大家也不要注意 然後不要錯過那個 截止期限 像我很多同學 就是 就會錯過截止期限 還有就是因為 轉系要系主任簽名 有時候系主任就會 不太想簽名 然後是故意交難你 這也是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 像我們那時候的主任 他就不太想簽名 然後 因為我們很多人想轉系 然後他 他就覺得 就不太好 那 就是會有一些 恩 增值 所以就是 大家注意一下這些細節 好 那 我想說大家就到這邊 謝謝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